歡迎收看二分之一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小梁哥 畢竟你是社會觀察家 對 你觀察到現在 你覺得男女的摺偶條件是什麼 這很簡單 男的就希望女的白富美 女的就希望男的高富帥 不就這樣嗎 說得真有道理 對不對 這是你問的 富 我跟你講也該到時候了 真相也該大了一個白了 怎樣說 你記不記得每天 不管再晚再黑 我都要去他公司接他 對啊 真的好老公 他都會這樣子下班 去接他老婆等他 為了老婆他受冷風吹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他視力不好 會把你車撞壞是不是 所以他是看不到你 所以才選到我 這不是你那個答案嗎 沒有 現在都可以聊天耶 不是 我這是出自於一份體貼跟關心 OK 你知道嗎 人家說情人捕捉 對 你知道嗎 你是情人捕捉 為什麼我們可以追到笑話 就是因為我們勤勞 對不對 追到笑話 對 不是笑話 好不好 所以今天我們要聊一下說 各國其實摺偶條件都不太一樣 對不對 那到底呢 摺偶條件是什麼呢 有的人摺偶條件 在他們那邊適用 在我們這邊又覺得很同 對 今天要好好來討論一下 好 所以我們就請到了 摺偶條件開得像遺囑一樣那麼長 卻抱怨好男人都在別人家 我們的台灣團代表 歡迎下位 歡迎 當然對面 嘴上說挑老婆要看感覺 其實 摺偶條件非常的嚴苛 我們的聯合國型男 歡迎 謝謝 挑選到一個完美的另一半 是所有人心中的夢想 但現實中卻很難達成 今天就來檢視各國男女 他們的摺偶條件有什麼不一樣呢 我問一下各國型男 你們國家的女生 摺偶條件會有哪一些呢 重點是西班牙的女生 他們選擇那個 就... 就選那個 摺偶條件 摺偶條件的條件 他們嘴巴上都會... 是不是那些染膏 侵害了你的呢 有 大家都知道 金髮的人 智商都比較低嘛 對 好強哦 也是有道理啦 對啊 對 西班牙的女生都會講 嘴巴上掛那個 最重要是感覺嘛 但是其實他們非常的... 非常的現實 他們要的就是 律師 律師 律師跟醫生 對 跟台灣差不多啊 台灣是講三師嘛 三師老師也成名 法師 醫師 律師嘛 法師 不是 不是 因為對 但是法師 什麼法藝師啊 醫師跟律師 對啊 我是念大學的時候 我不是我是念翻譯嘛 但是剛好我的室友是念 跟法律跟那個醫學 那我們出去玩的時候 就會認識女生嘛 認識女生的時候 因為我從那個時候 我就是我的朋友圈 最活潑、最有趣的男生嘛 所以女生會先... 不好意思,你講這個 醫生或律師這個部分 有,有重點 他們會先注意我這個外表 然後注意我是一個... 不好意思 你可不可以回到我們的主題 有,我回到 他們先注意這個外表 然後注意我那個 很豐富的內涵跟風趣的個性嘛 那我的朋友都在我的旁邊 站著呆呆的 而且長得又不同的樣子 所以他們就等著... 沒關係,他講了 我們直接剪掉 可以耶 好,好不好 他們是在旁邊等著 讓我發揮 那我發揮的時候 他們就在旁邊張光 但是他們只要開口說 他們的科系是法律或是醫學 現場的女生的眼睛馬上亮起來 就把刺激鋪在他們的腎上 就不理我了 對,超級現實的一個國家 所以他意思說 他再帥、再有才華 都抵不過那兩師 對 對啊 日本的話 之前是女生的條件是三高 然後... 寫啊 還有寫 不是 不是那個高 就是身高高 然後收入高 然後... 什麼 學歷高 對,學歷高 看看 對,但是最近已經 就是男女的就是 相處的方式 還有工作環境也又不一樣了 然後女生已經放棄那些 之前不惜寄的希望了 對,現在是叫做 四滴 不是到4K了嗎 哪四滴 四滴 四滴 什麼都... 不要求三高要四滴 哪四滴 四滴 第一個是 失業的風險滴 對,所以他的工作要穩定的 對 然後第二個是 燃費 對,燃費就是 不會亂花錢 就是不會... 比較省 娛樂費的 很節省 兩個這樣子的啦 物質生活愈合低 目前你中了兩個 你長的風險低 然後生活人又是燃費低 燃費低 我... 因為我花什麼錢 對 然後還有人... 第三個是 依賴低 依賴低 對,獨立 對女生家世的依賴 依賴女生家世的 依賴度低 對,比較願意幫忙家世的 差不多都是我在做 對 對,OK 就是比較願意幫忙家世的男人 然後最後一滴呢 最後是 對,姿態滴 你可以去日本發展耶 我啦,所以... 你在日本搶手耶 搶手啊 我在日本比肚立還強 所以你現在就是江湖號稱的 四滴王子 對 其實美國女生也有很多條件 特別是我們黑人的女生 因為他們就是特別換看 會看一個男人的DNA 這個很重要 要怎麼看呢 DNA啊 怎麼看 要怎麼看呢 那怎麼看你呢 怎麼看你 你們黑人不都捲捲的嗎 怎麼看得出來 對,但是你要想好 黑人也有很多不一樣的頭髮 我們會不喜歡那一種 就是太捲的 就是看起來一顆石頭 一顆石頭這樣子 太乾了 像你鬍子這樣 你算是中等的嗎 沒有,我算是很好 因為我就是魂雪兒 我就是 沒有,我會叫白人 我這樣這些話你也相信了 所以有戲耶 叫白人怎麼突然 真的有耶 真的有 我改天再跟你們講這個故事好了 但是我們家人算是 我們的頭髮算是好的 但是如果你看到 你可以把帽子拿遠一點嗎 我們想要看一下你的髮質 你根本有頭髮啊 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不是啊 那你說他髮質要很好 那如果像你這樣怎麼辦 沒有,那不一樣 我年輕的時候也有頭髮好不好 對啊 人家是說髮質 我沒有跟你聊髮量嗎 真的很奇怪耶 就說他只有三根 但髮量很亮是不是 就是髮質 三根但髮質好 不要這樣好不好 就是我們黑人也有 很多不一樣的頭髮 就是我們會比較喜歡就是那一種 不會太乾 你也不會太捲 然後就是不會粗粗的 你像我的就是有一點軟軟的 那曾經有一個黑人的 真的很舒服耶 他鬍子很軟 不是,就是有一個 黑人的女生的朋友 他就是跟一個 黑人的男生在一起 然後他們在一起的時候 他也是跟我一樣 帥帥,然後廣頭這樣子 因為我每天都刮頭髮這樣子 然後後來他們開始講一些 他們要不要結婚這件事情 然後女朋友就跟他 他女朋友跟他說 你要不要留一點頭髮 這樣子 搞不好我們結婚的時候 會比較帥 然後就是被他女朋友 說服到之後 他真的有留了 然後就是去給他弄一個 很好看的那個黑人的髮型 但是後來那個女生 看到他的頭髮就是哪一種 很硬、很捲的那一種 怕他們生小孩之後 他的小孩的頭髮也會變成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決定 我們先不要結婚 我們就是探戀愛就好 那種事情 他有頭髮啊 因為頭髮 真的 他不在乎他的個性什麼的 他只在乎頭髮 對啊 我們沒有 你易胖體質 他沒有嫌 他嫌頭髮 杜莉 你在講什麼 我們今天是來聊女人的條件好嗎 杜莉 如果一個美國女生看到 佩特洛的頭髮 他會拒絕他嗎 他不是黑人耶 我現在講的是黑人好不好 你們會在意 另外一半的髮質嗎 不會 不會啊 有可能 不一定 誰約會有在看法 不是有太多 你都沒講話 有太多點 真的啊 基因 所以說說看你的擇偶條件 不能吃老妖 為什麼 老妖不一定基因不好啊 老妖都是最受寵的耶 對 就是因為太受寵了 比方說爸爸媽媽 或是姐姐哥哥都會保護 然後就會變成說 我壓力會很大 我懂 老妖呢 我的條件是這個 跟家人的感情要好 因為妳跟家人的感情不好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是就是那種 每天都要回家吃飯的人 從小妳很習慣跟家人 兄弟姐妹 一起相處的人 妳私底下不是這樣講的耶 不是 妳是說妳媽在家 妳就不想回家啊 我是不是 我小時候總要回家吧 我小時候總要回家 就是我們就是家庭 跟家人的感情比較親近 就是那種 算是每天都要一起相處 可是有一些男生 他是從小跟家裡面的人 感情不好 譬如說他可能跟爸爸的關係 特別不好 或者是跟媽媽的關係 比較疏離 就是妳自己的遺憾 不要讓南方那邊再發生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他會不習慣 跟你共組一個家 他對他自己的家庭 都沒有這種感覺了 對 所以就好像其實曾經 我有交往過一個對象 然後你知道 交往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你一定會想要 大家一起吃飯 可是他就會覺得說 他不懂 因為在他家 很少大家一起坐下來吃飯 就是大家各自都忙碌 所以我覺得 就是跟家人的關係 因為像我老公就是 他是跟他的家人的感情非常好 他們家也是三個小孩 跟我們家一樣 所以從好就是一群孩子 大家都是兄弟姐妹 這樣一起長大 所以他就比較可以體會說 這就是家庭的感覺 他從來就很嚮往說 家裡面就是要很熱鬧的 這種氛圍 沒想到你以前跟兩賀群交往過 沒有 居然 他有一陣子在懷疑 自己不是親生的時候 他也是跟家人交往 我跟你講他那不是 我沒有懷疑 是我的家人懷疑 他是因為長相 跟民族英雄有一點對我差 請你尊重四滴王子喔 他現在很紅喔 其實講真的 小梁哥剛開始出來的時候 我們一直到他爸爸是民族英雄 我們嚇死了 真的 我也是 是不是有點懷疑說 是不是就是 我們有點嚇 不是 然後因為我 我們又跟小梁哥不熟 又不好意思問他 然後他又是製作人 怕講得他會生氣 而且小梁哥都一副老師 很怕爸爸 沒有要認他爸爸的意思 而且他一副就 我不沾鍋的意思 而且到最後他弟弟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真的覺得 他就不是他們家的 對 因為他弟弟好帥喔 完全不太帥 哈囉 你們講到什麼時候 你們要這樣欺負 不要打開 你們要不要聽我的解釋 因為我是長男啊 所以呢 她是媳婦 不是 因為我是長男啊 然後咧 人都有第一次嘛 第一次弄不好 我們可以原諒嘛 對不對 算你第二次 第三次還弄不好 你是不是就不開心了 所以我可以原諒嗎 你是犧牲品就對了 我 長男 長男 OK 就是 在英國你知道那個男生沒有浪漫 男生不賺了什麼錢 男生沒有賺得很帥 也不會跳舞什麼 所以女生很愛的就是 非常愛作家事 你知道我們那個觀眾都是男生 對不對 所以女生 因為那個之前就是大男人 所以那個女生很怕回去那個 就是要丟在家 顧小孩 那個掃地煮飯什麼 所以他們很怕回去這樣的生活 所以現在他們會那個條件 就是他們的大條件是 愛作家事 像我老公我覺得他很棒 就是他很會作家事 而且很會煮飯 怎樣 他板子很不合理嗎 不是 不是什麼啦 有比我的父子關係還不合理嗎 對 在他公布這個 你先看一眼 你先看一眼 你覺得這合理 大家來聊天 你幹嘛啊 不是很合理嗎 那你還說喜歡喝結冰水好了 為什麼要這樣子 不是 這什麼特技啊 不是 因為剛剛不是就是說 男生要會作家事 然後又會煮飯 那因為我 沒關係 你不用講太多 你現在要三重的林太太笑一下 因為我老公 誰要開大卡車 你是不是把自己比喻成大卡車 你這樣 這種歸房樂趣也拿出來講 你看看這個人 不是 因為 結了婚就不一樣了 你看家瑋 不是 因為你知道就是 很多男生就是重看不重用 他們就是媽寶 就看起來很帥 看操不夠好 對 所以你也跟梁赫群在一起 我們 然後你不管跟他 你不會開大卡車吧 誰會 因為 因為你不管發生什麼事 他都沒有辦法替你解決 所以我剛認識我老公的時候 我們就會 因為他知道我的過去 我很小就工作 我說那你以前做什麼 他說 他小時候打工 然後他第一份 就是退伍週的工作 就開大卡車 我就說 好帥喔 所以如果他會 就是那種堆高機 挖土機 都可以 都很帥 而且我跟妳說 因為我老公就是 你家裡什麼東西壞 他都可以修 他不用叫水電 我就覺得這樣很帥 我的老婆 她覺得最重要的條件是什麼 他就跟我說 其實對俄羅斯的女生來說 一個外表不太重要 所以我們在俄羅斯 有一個開玩笑說 男生要當男生 所以不用太帥 所以 比猴子帥一點點就好 那請問 那請問比猴子帥一點是外表嗎 那需要有錢嗎 但是我 等一下我解釋說 然後他 我們俄羅斯的女生 不太喜歡一個溫柔的男生 但是我有一個朋友 我有一個朋友 他其實他很愛也很胖 但是從17歲開始 他有非常多女生 我們朋友們都很驚訝 為什麼他有這麼多朋友們 因為他的外表非常爛 然後他很會說一個很好聽的話 然後他對女生 強強知道他們的要求是什麼 還有他很大方 因為我們俄羅斯的女生 如果有錢 如果男生有錢的話 就他們 可是很小氣 他們可能不要嫁給他 所以其實對 我有一個另外的朋友 本來想說你前面還有機會 可是他後面有錢很小氣 你就 對 可是 這樣也不行哦 怎麼可能跟韓國女生 完全不一樣耶 真的 韓國女生 其實很在意男生 是不是小氣 你可以學韓國發展耶 真的 那我是日韓之王耶 你可以開始講說 真的 我跟你講 鐘哥手牽手 對 因為我們韓國女生 年輕的時候 交往的時候 很喜歡唱恐遊那種 很長得很帥啊 而且很那個 有很多朋友那種 很有名的那種男生嘛 可是其實結婚的時候 一模一樣 跟小兩個一模一樣 像 長得就是 還好啊 然後 也沒有什麼朋友啊 我需要你來批評我的長相 還好 對 反正 也 也不會那麼好相處 所以也沒有什麼朋友 一直在 加工作 加工作 這樣子的女生 這樣一個男生 女生很喜歡哦 而且重點是這個小氣的 因為我認識他 我認識他差不多兩年多了嘛 可是 我從來都沒看過他在付錢 真的 是不是 梁晃群我剛剛認識多少年了 他說我嗎 對啊 對 兩年你就看得還不夠深啊 認識幾年 六...我們認識幾年 六...七...八年 不只啦 不只 至少有幾年 可是這樣子的行為 其實對我們韓國女生來講 經濟觀念很好的一個男生 是不是 像我的一個男生朋友 他結婚了 然後我第一個老婆的生日的時候 他準備了一個很好的牌子的那個 包包 大概台幣三四萬塊左右的那個 送給他 結果就被罵了 他說 你以為我喜歡了 我會感動哦 我們不是已經結婚了嗎 我們要好好存錢 你在幹嘛 我好適 你好適合你 好適合你 好適合你 我們兩個是不是選留在錯的國家 對啊 確實 他們三大王過 很奇怪 交往的時候一直叫男朋友花錢 結果結婚之後叫他不要花錢 到底什麼意思 因為結完婚之後 他就是一個 共同財產 懂不共同的家了 對啊 女士們 這位這個家兒努力啊 讓我們一起熱烈的掌聲歡迎 日韓殺手 我真的不是的第一皇子 我朋友說 我朋友之前是住很久在韓國 他說他認識很多人 是跟韓國當地的女生有CCR 就是交往那個曖昧的什麼 還有一些是跟他們結婚 一個他結婚後發現 女生找一個什麼 正信社 就是監視那個男生 監視很久 他生氣的 但是他們已經結婚了 那個女生說 但是在韓國那個是正常的 女生 這是一般的女生 一般的家庭都會找 一個正信社 那個監視他們的對方 真的喔 這是要求很奇怪 可是我跟你講我解釋一下 還有在那個 在路邊可以看到很多 監視社的那個廣告 廣告 不好意思 我覺得你朋友 太old fashion了 太old style了 你現在是吃到夢多頭 我朋友是一個美國人啊 他是26歲 哪有old fashion 因為現在的那個 我們韓國男 韓國女生不會用這種小動作 這個很麻煩嘛 所以我們 我們女生都會care 我們男生的那個 家庭經濟的狀況而已 像比如說很基本的問題 你媽媽有沒有工作 這其實很重要喔 因為有沒有工作 就代表男生賺很多錢 這個家庭很不錯 或者是會問男生的爸爸 大概賺多少錢 或者是那個公司裡面的 職位是大概怎麼樣 那是不是只有在你媽媽 那個年代才會這樣 不是 現在年代是 也還是 還是會 不然你覺得他來台灣幹嘛 你是受不了這樣的嗎 我受不了什麼 就是被人家這樣問啊 對 所以我在這邊啦 對 對 你剛剛有帶情緒喔 情緒有上來喔 對 然後其實我 其實有一個真正的原因 為什麼我娶我的台灣老婆呢 因為通常我們韓國女生 結婚之前 還是對她來說 我媽媽還是算別人嘛 沒有什麼家人的關係嘛 所以 幾乎都不會一起去那個 那個韓正母那種 一起洗澡的地方 可是我老婆很喜歡 跟媽媽一起去 我媽媽其實非常喜歡這個 因為她的一個希望就是 她想要一個女兒 一起去韓正母 可是我們家有 只有兩個兄弟而已 所以她二十年都沒有做這樣 我現在才能就太開心了 所以不是兩人同行 一人免費啦 不是因為想要有一個女兒的關係 還有啊 還有一個 交往的時候 我媽媽突然打電話 傳訊息給我說 妹姐 謝謝你的錢 然後馬上打電話跟我說 你怎麼了 你又被別人騙了 我沒有給你錢啊 可是她就說 不是嘛 我那個 賺錢給我 賺錢的人的名字是我 結果後來我發現了 我老婆 明明就是我老婆 就是 你老婆借著你的名義 賺給你媽媽 對 所以後來就把你老婆打一頓了 不是 可是很感動的點就是 那時候我們一直很大吵架 好幾天也沒有跟她聊天 可是她還是照顧我爸爸媽媽的分日 真的 真的很好 真的 大棒的 你們會嗎 會啊 還幫老公做這個事情 當然一定要啊 我們剛剛聊的是說 各國女生在摺偶條件嘛 對 那請問各國男生在摺偶條件上 會有什麼條件呢 願意當家庭主婦 好大男人 對 好大男人 真的好大男人 怎麼會這樣呢 雖然我剛剛講到說 很多女生希望男生 參與一點家事照顧小孩 這一塊 但是還是大部分的男生 希望女生當家庭主婦 我有在想啊 說因為你老婆是職業婦女嘛 如果她今天換作一個角色 是家庭主婦 你還會欣賞她嗎 什麼意思 或是她不賺錢 只花你錢 對 如果她不賺錢 她是嫁給你心甘情願 當一個家庭主婦的話 是 你還會欣賞她嗎 你還會喜歡她嗎 她不會 她不會結婚 因為她就會沒有生成價值 她不會娶她 對 沒有 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耶 因為她每天眼睛睜開 她就去上班了 可是我很常在想 你跟你老婆的問題 就是說如果她 所以你不會要求你的另外一半 要心甘情願做家庭主婦嗎 沒有 因為我的想法也是就是說 如果她每天在家沒事做 她一定會想東想西嘛 對 那與其她哪怕是不要工作 她去比如說去上烹飪班 插花班 就是每天有事情做 我覺得都比都在家裡好 你希望她把她自己的行程弄滿 不要煩你就好了是不是 不是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事 這樣子的話她才會 她覺得說她有她的價值存在 對不對 OK 就是不要見面啦 不見 怎麼不要見面 好 是我有一個朋友 她也是做甜點的 然後她的夢想就是跟我一樣 開個甜點店 然後她那時候有男朋友 他們在一起很久了 三、四年吧 然後本來是要結婚的 但是那個女生 不想當家庭主婦 她喜歡做工作 然後她堅持要開甜點店 所以結果他們就分手了 就放棄結婚 因為那個女生也不能放棄工作 對 很好啊 這樣子太大男人了啦 等於你愛這個男人 你就要放棄所有自己的夢想 對啊 這樣很累耶 這不行 可是他那是摺偶條件嘛 如果選擇女朋友 你的條件是 這個配合度高 哪部分 哪部分配合度高 所以盯緊得很糟 對 日本人很愛配合度高 但是不是那個意思 就是會看會 會不會做家事 然後再加上 因為我人生都是跑來跑去 就是去澳洲留學 就是我很喜歡在海外 就是去新加坡工作 然後後來去法國學甜點 然後在台灣開店等等 就是喜歡跑來跑去 所以一般日本女生都是很保守 他們不會就是做這種冒險的事情 對 因為我的個性就是這樣子 所以希望說他也可以 就是跟我一起追我的夢想 那你會希望他在家做 他做家庭主婦嗎 還是他可以有自己的夢想跟事業 如果他能做就是做家事的話 那也好好照顧小孩 那多餘的時間 他想做他想做的事情 那我是OK的 那你這不是廢話 那可能就做那種間了 沒有 簡單來說 不管是他選老婆還是選女朋友 他都希望有一個用人 在身邊扶持 沒有 因為我要講的是 我的朋友嫁到日本 其實講真的 你每天中午他一大午就要起來 做那個便當 因為他們的小孩子 便當是要比拼的 就是他不是能吃出來 看誰的可愛 而且便當 做便當前要把妝化好 對 然後還要運動會 然後你帶小孩子出去的時候 就是其實他的家庭主婦 比一個職業婦女還要累 對 對 在日本當家頂主婦真的很多工作 對 只是根本沒有時間去工作 請問一下是不是 日本男生就是喜歡女生 一定要會做菜 對 那是一定要的 可是你們日本男生 也不一定都會做菜啊 因為女生都會煮飯 沒有 可是因為我真的有這樣 被退貨過 就是 對 曾經有一個日本的男生追我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我們 就是感情很好嘛 所以我的女生朋友都說 唉唷 你開始要學日文囉 你趕快加進去日本囉 我們要托你買東西喔什麼的 然後後來有一次他帶我去吃日本料理 他就跟我介紹說 比如說這個海膽是哪裡哪裡哪裡來的 然後這個什麼是哪裡哪裡來的 那因為我是一個對吃沒有賤賞能力的人 所以我就這樣 這樣 然後我就吃 他就覺得我太冷淡 他就說不好吃嗎 你為什麼都沒有反應 然後我就說 因為我就跟他解釋說 其實我就是對吃東西不是很有研究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那他一定是覺得他請我吃飯 我都好像沒有表達我的開心 所以你要期... 他期待你怎樣 吃了一口之後 對 我跟你說 我後來就來了這一招 然後就跟我們錄節目一樣 他就覺得我很奇怪 然後我們約會完之後 就漸行漸遠 我就覺得奇怪這個人怎麼 慢慢就飄走 就不太聯絡這樣 然後後來有一次就是 我下了健身房 在健身房門口跟他巧遇 然後我們聊天 他才說 因為那一天他問我說 我不懂吃是不是我不會做菜 然後我還哈哈大笑 我就很沾沾自喜說 對啊 我說因為我們家都是我爸爸在做菜 拜拜 然後他心裡就飄走了 所以我想原來日本男生 是覺得女生一定要會做菜是不是 對 一定要 男生的媽媽也會問 買現成的不行嗎 日本那麼方便 作家室跟會煮菜 哪一個比較重要 煮飯比較重要吧 比較重要 對 我們日本美食那麼多 還要要做的 對啊 為什麼還要自己煮啊 沒有外面太貴了 就是不可能在外面吃 每天都不能吃 而且像我朋友 他不只要會煮飯 他很會收集那個折價券 還要很會買菜 因為他要知道哪一間超市 比較便宜 乾脆自己在家裡種菜算嗎 在自己種菜就可以了 一定去很多超市 他們比較那個價錢 是不是 真的 對 很多價錢就是這樣子 那美國呢 我要講的是這個 騙人 騙人 不可能 不可能 怎麼叫騙人 我會不會是真 美國女生每一個 個個胸部比一個一個大 那你們要娶誰 我講的是這個 不能太大 這樣子可以嗎 好 那女子的太大 多大是太大 標準是什麼 我記得我那時候 我是高中生的時候 我就是跟一個女生 一個高中的女生 我的同學 然後我們一起去參加 那個結婚的時候 然後我選這個女生的原因 因為她的身材非常好 對我來說 就是像AV女優的那一種身材 雖然說我十八歲嘛 然後就是男生不是很喜歡 那一種HOUR GLASS 就是這裡很 然後腰味是這樣子 然後屁股就這樣子 我自己超級喜歡 然後結果就是帶她來我家 因為我們就是 宅宅的時候 我們要帶回家 給媽媽認識 然後他們家人生 要一起拍照 有的沒有 然後媽媽就很開心地拍照 那一些東西 然後我們就去 然後過了幾天 我媽就過來 她說怎麼了 她說 妳刻意不要跟這個女生在一起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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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她的條件都OK啊 她說我跟你說 她的胸膚太大 我說沒有 她這個胸膚剛剛好 妳不覺得 她說沒有 太大 我跟你說 妳的胸膚又不是媽媽在用 對啊 她說她生完小孩之後 她的胸膚可能是下去了 會到肚子 對 然後她變老的時候 會這樣子很難看 所以媽媽是大胸膚還小胸膚 你現在叫她去回想嗎 我怎麼會知道 我怎麼會知道這件事情 你自己也都有條件 比如說你剛剛說的胸膚大腰細 然後屁股大 對 但是除了這個以外 因為我現在又不是年輕人 我不是只有看外表 我現在是想要找一個老婆 對 沒有 沒有 這是我現在目前最大的條件 而且我覺得在台灣很難找 所以我一直單身 什麼 胸部不能太小 願意住在腋下 對 願意住在... 怎麼住 好 願意住在鄉下 很鄉下 這個是我現在 多鄉下 非常的鄉下 因為我現在就是又 又買了一個農場是不是 那我想要之後 如果我結婚就搬回去美國 然後就開自己一個農場這樣 那我知道我的農場 就是在一個非常鄉下的地方 那邊就是土路 一直到現在都是土路 那如果你要到城市 最近的城市要開 差不多二十分鐘這樣子 那如果你要去看電影 你起碼要三十五分以上 才有辦法到這種地方 那如果要加油什麼的 至少要十五分鐘 那你就是 出門的時候 你什麼都沒有看到 就是草跟樹 也沒有看到別人的房子 因為就非常非常的鄉下 那這是我的夢想 所以我想說 如果我跟一個女朋友在一起 我希望她可以這樣 接受這種的生活 最後就是我們兩個 很浪漫的起床 喝一杯咖啡 那她去外面逛我們的四季四季 下面一位 還沒有講完啊 我跟你說 我在台灣這個很難找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台灣的女生真的 輕輕快快快快快 有問題 因為我跟你說 就算你找到一個願意跟你去的 可是到時候 你會想把它埋在那個農場 對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他可以稍微幫忙養雞養豬 殺雞殺豬 男農夫太辛苦了 早上午點起來工作吧 他不想要帶那個農府的老婆 早上午點 早上午點 好玩 享受你的單身生活 是這樣子嗎 好 我真的有一個美國的朋友 他從大概十八歲開始 他就一直一直交 很漂亮很漂亮的女朋友 他住在佛羅里達 所以他就很多西班牙妞 然後一下交日本的 一下交什麼 他就是一直換 而且他也很大方 然後他今年三十七歲了 他三十五歲那一年突然跟我說 我想說他娶哪一個漂亮的妹 對 結果他竟然找了一個 又矮又胖又滿臉 就是雀斑 然後什麼的女孩子 然後我就說 你為什麼最後娶這個女生 他說 因為他想要結婚的對象 是跟他共同生活的 以前他的那些西班牙的妹 可能都要花他的錢 可是他說這個會幫他存錢 所以他決定要娶他 你覺得男生要選女朋友 跟老婆的標準差好多 差很多 對啊 是不是 因為以前女朋友 全部都是辣的那種 然後可是老婆 就真的會有老婆的樣子出現 對不對 對啊 所以小楊哥 這個就是小楊哥跟我分享的 因為他以前都是 他人生就是 小楊哥以前交往都是 超讚 鬼超辣 你現在說Stacy怎麼樣 對 你幹嘛 他讚 對啊 真的啊 沒關係 我也不懂你在講什麼 因為我的老婆 就是我的初戀啊 你幹嘛好意思啊 韓國男生要結婚的時候 看條件 其實很簡單 非常簡單 我們就是看 我們就是希望 不會太早退休的工作管理員 對 沒有管理員 沒有 對 不會太早退休的工作 因為現在其實韓國的經濟 沒有那麼好 比以前沒有那麼好 所以我們現在大家都覺得 兩個男生女生都要工作 可是其實除了那一些公務員 或者是老師之外 對一般的那個工作來講 其實女生差不多四十幾歲 一定要退休了 或者是還要做的話 就去一般的那個 超市裡面的工作啊 或者是一般基本的工作而已 因為其實我們男生 四十歲以後 還可以繼續工作 可是女生就是四十歲以後 就結束了 為什麼 誰跟你結束 你剛剛好好講 什麼四十歲都結束 所以我們就是男生 比較希望那個 比較穩定一點的女生 穩定一點的工作啊 這個有關係的 四十歲之後 就會發生這個問題 你們真的好歧視女性啊 對啊 對 所以像在韓國 如果有兩個選擇 公務員跟一個三星裡面 都有工程師 一個公務員賺了台幣六七萬 三星裡面十幾萬 那選三星啊 不是 我們還是喜歡公務員 為什麼 因為後面 以後 退休之後 他要退休 他坐得久啦 比較穩定的薪水 而且他們的休息時間 比較多了 可是那一大公司裡面的話 就是 結束也是很亂七八糟 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可以休息 OK 對啊 那你自己當初在摺偶條件上面 是怎麼樣 他是不是一個人就在外面 嚇了嗎 真的 這個不錯啊 因為 很想省錢是不是 飯店錢也要省 其實 交過好幾個女朋友 可是 下一位 不是 沒有 只有一個女... 只有一個前女友 不好意思 全場人都可以賭予他 只有你不行 真的嗎 對 沒有 我是找說 爸媽住在海外 OK 對 以前有一個女朋友 她是自己住在外面 可是那時候我最幸福的時間 因為其實我們男生女生交往之後 就一出門就開始花錢嘛 交通啊 或者是看電影 吃東西也是都要花錢 可是我跟他在一起的時候 每一天都去他家 如果要看電影的話 就看開電視 如果要吃東西的話 自己煮飯或者是叫我外送 我之前在學法文的時候 我們班上就有很多外籍的學生 然後我們常常就是下課 都會班劇什麼的 然後那一陣子 我就跟一個美國人 還有一個韓國人特別好 我們就聊得很來 然後其實我當時是比較喜歡 這個韓國人 可是他都沒有跟我表白 反而是隔了好幾個禮拜之後 這個美國人突然跟我說 我很喜歡你 你可不可以跟我交往 我就問他說為什麼 他說我覺得你好活潑 我說我好喜歡你 因為你就是在外面 就是這樣大笑什麼的 就是我好喜歡你 這樣很爽朗的感覺 然後我就說謝謝 可是我沒有跟他交往 後來隔了好幾個禮拜之後 有一次我沒有出去 這個韓國男生 是不小心喝得有點多了 他才告訴我說 其實我很喜歡你 但是我沒有辦法跟你交往 因為你在外面這樣 然後他說我不喜歡你這樣 太活潑 對,他好像 我可以接受你這種歌劇呢 如果你不結疑的話 你可以去農場 如果你願意住在一個 比較鄉下的地方 我們可以... 對,養雞養油 那個農場 要翻跟斗都沒有理你 對 珊姆 對,在俄羅斯 我們的男生有一個特別的條件 哦 對 為什麼不能是讀珊姆 對,我告訴為什麼 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他叫了很漂亮 也很聰明的女朋友 所以他們在一起的時候 這個女生各方面都很好 還有我的朋友 也非常喜歡這個女朋友 但是他... 我朋友居然發現一個方面 讓他決定跟這個女生分手 這個方面是他沒有兄弟姐妹 他在他的家裡只有一個孩子 然後呢,我告訴為什麼 我們俄羅斯人 從小的時候 我們爸爸媽媽會跟我們說 如果只有一個孩子 如果在家裡只有一個孩子 這個孩子很會被窗壞 哦 所以其實我朋友了解這個... 這個方面的時候 他就決定不要浪費辭職的時間 還有浪費這個女生的時間 就要跟他分手 既定概念 你那個印象 對 那你自己的摺偶條件呢 我... 女朋友哦 女朋友 你交女朋友的時候 我交女朋友的時候 我交女朋友的時候 我交... 蛤 哇塞 我還要交太高了吧 大學雙主修或碩士學位 這個只有韋佳德可以滿足 就是 老婆的 老婆的條件 但是我... 我交女朋友的條件是 只要聰明還有漂亮就好 但是博曼妮說... 誰不是要聰明跟漂亮 聽你 他還說只要哦 只要哦 只要,對啊 但是博曼妮說 我第一次看見我老婆的時候 我的心裡馬上告訴辭職 我們一定會結婚 哦 你老婆是雙學位嗎 對,對,對 我還沒結婚的時候 我覺得我未來的老婆 她一定比我年輕 還有她的身高不會太高 然後我非常重要的條件是 我非常要她 尊重我的爸爸媽媽 還有尊重她自己的爸爸媽媽 因為我最小的孩子在我的家庭 我最小的孩子在俄羅斯 最小的孩子要住跟爸爸媽媽 爸爸媽媽在一起照顧他們 幫助他們做事 在英國就是... 對 不一定是要賺的比老公多的 就是跟老公差不多的 因為那個... 大部分的男生是怕 一結婚的時候 女生就不要... 不想自己去工作 只是要一起 或是互相的那個家庭 我們最愛的專業是... 老師 還有...還有那個... 律師 還有那個經理的... 是這種的 但不是因為錢 是因為這個工作代表 女生有自己的計畫 自己的意志力 還有自己獨立的生活 對,就是這樣 真的 那你自己在選女朋友的條件是什麼 這裡 可能嗎 因為... 你認真的嗎 因為你看到我嗎 看到... 看到不多 是因為我身高一六八而已 所以我選擇比較少對不對 那你們自己是說... 那個身高很重要 對我來說... 你不行啊 對我來說也是不行啊 我們互相不行好不好 其實身高我也是很在乎 但是女生只要比我... 塞身高點的時候 矮一點就OK了 所以我選擇比較多 好 好 那... 我今天為了這個主題 很認真的做功課 我查了一個 國際查制的一個社會調查 然後他們是看那個 全世界的男生對... 持有的條件 最在乎的派韓版 第一 脾氣好 第二 幽默 第三 有信任 第四 有共同的人生目標 第五 跟自己的家庭有良好的關係 然後第六 最重要是有激烈和豐富的性生活 好 那我... 這個是你的第一條嗎 不是 這是全世界的男人的一個結果 幽默有算在裡面 對 女生幽默有算在裡面 但是好像不太重要 因為我的這個調查 還有第二個階段 我問了我的十幾個西班牙的朋友 他們在這個六個因素內 最在乎的是哪一些 那第一個最在乎的就是 沒有錯 激烈豐富的歸房的生活 性生活 對 但是其實我問我那些十幾個朋友 西班牙是比較騙說 在選一個女朋友的時候 他們在乎的是 不想要結婚的女生 對 我也是屬於這一群的 然後 對 如果... 你讓這個幹嘛 什麼意思 但是如果硬要結婚的話 我們就是第一個這個 第二個 我們第二個就是 共同的人生目標 然後人生目標是一起 一起不工作 然後第三個 第三個是跟自己的家庭 有良好的關係 我發現跟自己的家庭 有良好的關係 好像是大部分的人都會想要 對 可是他最需要的就是 激烈豐富的歸房生活 剛剛是摺偶嘛 那選女朋友的條件呢 我個人也是有一個 很重視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兄弟 要覺得他很重 但是跟別人理解 你今天整個人都好荒謬 他就是一個曖昧詞的人 你整個人都好荒謬 這是有原因的 我本來也是一個有主見的男生 就是 因為女生是跟我才氣 不是跟我的兄弟 但是我交了 我的第一個女朋友的時候 因為那個 就是情人的眼裡出戲師 我那個時候很愛他 覺得他很正 我自己認為 但是我的兄弟們 他們喝醉了 然後跟我講了很殘忍的話說 他一點都不漂亮 不正 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要逞強 假裝沒事 但是我受到一個很大的打擊 那以後我現在 跟一個女生要交往的時候 第一個要問我朋友 這個女生可以嗎 他們說可以 那我就可以 其實很重視 因為她是女朋友 對 女朋友就是要戴出來 那種 我覺得 特寧凌晨還是偏比較小 比較小 但是講真的 因為你覺得今天聊下來 你不覺得挑女朋友 跟挑老婆 完全不一樣 天差地遠 對不對 對 而且你看他們胡說八道 講了那麼多 可是我覺得這個也是好的 起碼他們知道 他們要的是什麼 真的 對不對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我們芬茲強 下次見 拜拜 好 大家好 喜歡我們的節目嗎 按下鈴鐺 訂閱我們的二分之牆YouTube頻道 最新影片隨你看 精彩內容不漏階 訂閱我們的節目 按下鈴鐺 訂閱我們的節目